交通的交通 可能是母親節前夕 然後失去了交通 並沒有順暢 近來有點感動 怎麼會有這麼多聽眾 一般來講 又是要在母親節的前夕 不曉得各位是一種方式 來表達效果的影片 因為我多多以前 有時候在按摩斯坦轉機的時候 有一個飛機之類的 然後我發現到歐洲的那種 那種悠閒在那裡等待 會看那個書幹什麼的 那我看到亞洲的或東方的一些旅客 他們都會記得跳腳 就助理普南安 然後又再回台普南安進去 那我後來發現各位更新 沒有那麼暗移現狀 在那邊講個暫時溫度 很像我們台灣的那種水準 跟調到世界級 就是說 可以很悠閒的 放空自己 然後思考說 今天我們來這邊 到底可以 學到什麼東西 事實上 電影跟文學 我上一場講的是那個 西區考課的後窗 有文本 他的小說 一點都不出名 可是因為後窗拍完了 那個小說 我們一定出名到 可是這一個作品呢 蠻好玩的 他是從 那種Bitch Gerald 我想這台灣的 台灣的讀者 或者是亞洲的讀者 或甚至 世界的 對美國文學有進去的人 都會知道 Bitch Gerald 就是那位是 傑羅 可是我們一般來講 比較知道他的作品的話 也是透過好萊塢的 這個是Ban The Cruise Case 或Ban 那Ban 那麼班傑園的期盼 是這樣子翻譯的 然後另外的 就是那個 The Great Gatsby 我們叫大人小傳 那片子就重拍了很多次 大概 我們不知道那個版本 可能有三四個版本左右 那最近的那個版本 是里奧娜都演的 一個可能就看到 看到非常豪華的那個 那種場景 如果有看的話大家也知道 我們都曉得 在美國的 二零年代裡面 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叫爵士 年代 The Age of Gains 你跟 我想在座的每個人 大概 聽過爵士 因為 爵士是一種很 一個很奇特的一個音樂 就是說 他是 他是那種 我們叫做 叫做那種 即興的 一般來講 所謂即興的話 就是說 當一個 鋼 鋼琴手 或者是一個 吉他手 或者是 他們在 唱歌的時候 不然他唱歌 他們本身沒有預備好 如果預備好 他們比較 不是同學十樂 他們有人在彈奏 然後 有一個主旋律 然後跟著那個旋律 每個人就 扔出他那個曲調出來 那 原來是黑人 發展出來的 然後黑人的 然後黑人的 節奏 他們有 從來自於 非洲的祖先 然後 黑人 美國這個國家 會成為 比較 有點比較 突然變成 世界強國的原因 我在猜想 這是我自己的 觀感 或者怎麼樣的 因為 那個國家 有全世界所有的 人種 然後 如果說 德國人進去了 我想 每個人 大概都會想到說 嗯 這個民主是比較 精算與數學 哲學的推理 那 如果是 愛爾蘭 愛爾蘭 Irish 他們大概就 聽到 他們感覺說 他們是比較 會種 在農業上面比較行 就是 會種一些 馬鈴薯 看什麼的 那華人進去的話 就很輕啊 比較會煮菜 那黑人呢 非洲黑人 大概就是 運動場 所以你看在 NEA的球場上 黑人大概 佔了 絕對 絕對的多數 恐怕的 男子90 少數 而且華人的話 蘇法或者是姚明 他們幾乎 幾乎百年了 只進到這兩個 不過黑人還有 大概就是音樂 音樂那種節奏 所以非洲的節奏 他們節奏 非常強 所以 這個節奏樂裡面 是一個 道地的美国音樂 可是他 融合了 恐怕融合了 聖經的音樂 就是 我們叫聖樂吧 就是 金子教的音樂 然後再融合了 我們所謂的 非洲的 他們的苦難 然後經過黑人的 大概這樣 幾 一百多年來 那種 當黑女的那種 遭遇 所以這些黑人呢 想到在啃那個琴的時候 想到自己那些苦難的過去 就很自然而為的 很自然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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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如果有一種很大的破壞 就一個很大的建設 所以 國家會建設得很快 所以我們知道 在美國的歷史裡面 南北戴上完之後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一個construction 就是那個 progressive era 就是進步年代 所以那個年代 大家就有機會 投機 自負 同時呢 所以我們想說 2010剛一次到那邊 大家忙著要賺錢 變成有錢的人 所以各位看到 在那個大很小 賺的Grant Gatsby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說 在裡面 成了一種 那種消費 那種叫做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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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想應該叫做 顯著型 不誇耀型的 的消費 我消費 就讓我覺得自己很有錢 然後 在工作就是怎麼樣 就是 每天都是派對的 像我們看到 你剛剛看的那個 就像那個誰啊 那個 裡面的Helen 那個故事有稍微有點變動 那Helen的爸 Helen 就那個 伊莉莎的Helen 她爸爸每天就是喜歡 辦派對的 而且還要辦派對 那這種 誇耀型的消費 代表我們的社會 因為 所以那個人在裡面 他們追求物質 戰後的年代 大概有機會 變得非常有錢 就追求那個物質的享受 一段 就1920年代裡面 一段很 很特別的 可是呢 所有的 就是經濟 如果有泡沫化的話 在1929 就存在一個 裴尋 那個大 蕭條 整個都垮了 所以這個故事的背景 剛好呢 就是 寫了 它本身 然後 整個的巴黎 如果你們看小說的話 等一下我會把小說 都很簡單的介紹 那個巴黎 那個巴黎 在1920年代晚之後的那種蕭條 可是故事裡面 整個場景 把它摸到了 二次大戰後 那個巴黎 是一個 充滿了 喜樂的巴黎 是大很快的巴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請來介紹一下 剛開始我們來看一看 那個 配置結構的一些 很簡單的 一個介紹 其實你給我看影片的那個 Fan Johnson 跟他長得有點像 我不曉得那個影片 是為了找他 剛好那個 這個故事是非常有名 你可以 當作大亨小傳裡面的 後傳 就大亨小傳 他演的是 哇 你是為了追求金錢 想變成有錢 可是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說 整個蕭條完後之後的 那種 那種空虛 那怎麼去處理這種問題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那個作者的一些 很簡單的簡歷 我們知道他 18 1960 生的 在那個 Saint Paul 跟明尼斯州島 對明尼斯州島 走的那個地方生的 然後 他 把他送到一個 比較昂貴的 就是貴族的那種 學校 但事實上他家裡 是 是非常的 是貴族 可是是沒有錢的貴族 所以據說他 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在所有的有錢的小孩裡面 他是 感覺自己是最窮的 所以他的那個早年是怎麼樣呢 他的媽媽 是據說很有錢 但是他的爸爸呢 是在 工 在事業上 是很不成功的 是滿失敗的 所以他的金錢呢 總是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因為他的貧窮 但是呢 他上了一個 比較貴族的學校 讓他覺得自己 在那個學校裡面 好像是一個 局外人 一個outside人 那我們來看看 1917年 1917年 19 我們剛剛 1892年 到1917的時候呢 他 就 錯學了 事實上他 那時候他要進入 那個普林斯頓 然後就據說他成績不好 可是他 誰的東西要求 就讓他進去普林斯頓 但是沒有讀完 他就去 當 去普兵役的 那普兵役就 就 參加一次大 一次世界大戰嘛 他當的是 一個少衛 所以 1918年呢 他就跟他的 Zetta 後來 成為他的 妻子的 他記得後來 最後也 怎麼樣 有精神病 就跟他 我們就定婚了 然後 這是一個 所以在 1919年 伊斯大戰文之後 那 輝之絕由呢 他 退役 跟他的 婚約解除了 因為 他沒有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大喊小船裡面 充滿他自尊性的色彩 他 主要的在大喊小船 你看到 他去服兵役 他選擇的 另一的經過裡面 都是 他自己的 本身的自尊 他自己 再當兵 然後 女朋友跑了 被運氣跑了 然後跟別人結婚了 他後來想要變成 很有情人 來跟他 追求婦子 他認為追求婦子 並不是一個最破 在1919年呢 從事 對不起 從事那個 廣告業 跟他婦母親 車婆在一起 然後他寫了 第一本小說 叫做 The Sign The Sign of Paradise 有天堂的另外一遍 就是這一遍 然後 這本小說 當他自己 陳寧 1920 陳寧都賺很多錢 所以他有些小說 陳寧就是什麼小說 一無一無 有些陳寧小說 你不要以為是會大作家 你的大作家是最後 他的作品是慢慢出去了 你都讀過很多文學詞 你可以發現到 他當他陳寧的時候 充滿了血 就趕快賺老隊 所以他是一個 就那個小說他陳寧 然後 兩個就有錢了 就結婚了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電影 如果你在家裡看電影的話 那個Charlie 就是那個Charles 他本身 就是會是結論 等於是蠻好玩 那個導演 並沒有 並不忠於原著 原著裡面的那個 男主角 他什麼工作 並沒有講 可是在電影裡面 就給他男主角一個 想要成為大作家的美夢 他剛開始 你就看他是一個 記者 他推理他想要 想要成為大作家 那大作家 我比較 這就原石 一般來講 你在台灣的一些回照劇裡面 作家都給你的感想 就是抽個演 喝個酒 然後作品 一直丟 一直寫 但是現在 我現在都是用電腦寫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 那個 那個 電影裡面就是這樣子演的 他就是一直要 喝酒 酗酒 到最後 他的 女兒 監督權 給他 判給他 他太太後來過世了 就那一段 比較跟原著比較相 就是他太太 在外面跟人家 調情給他看到 然後之後他很不滿 不滿的話呢 他太太要回來 還沒幫他開門 把他帽子裡面 走到他的 他太太的 就是他太太的 姐姐的家裡去 就這段是跟原著一樣的 然後因為這樣得到惠妍 就走 走的話 那一個 他的姐姐就對他 不諒己 就不原諒他 就那個是一樣 他們結婚了 那之後呢 他結婚以後呢 從1920到1930 這十年間 他的老婆 這真實的老婆 就是他本人 他本來長得並不 你看 也蠻帥的 長得跟著很像那明星一樣 他們就說 要找他來拍 大概就因為跟他長得很像 就電影裡面 就把他的 本人的真實故事 把他 放在電影裡面 只是長期 弄到了 二次大戰以後 他就這種樣子 所以那個電影 有一點點 作者本人 本身的一個 寫照 他結婚 結婚 結婚婚以後 從20到30年 他的老婆 跟他 就是 處於我們 1920到30 就1960年代 就是爵士的時代 爵士 Age Culture 然後呢 他們 變成了八卦雜誌的一個主角 其實我 跟同學講過 所以八卦本身是一個 很重要的 相當重要的一種 沒 我想一種 但是我們可以說一種 你想跟人家成為好朋友 就是要講八卦 你沒有八卦 大概沒辦法 表現關係是不可能的 八卦記的 而且我會跟你分享八卦 是因為你跟我很好 才跟你分享 所以八卦裡面 有沒有百分之百正確 那不可能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人 人際的溝通關係 所以八卦裡面 一直在編故事 一直加故事進去 對 就像 上次我 有跟同學講過說 八卦的話 就像那個 兩隻猿猴互互相抓被 我抓你 你抓我 互相抓那個死子 但是猿猴他們一輩子抓 咬不起隻 一輩子 那只能抓到50個人 50隻猴子抓來抓去 可是人類呢 可以 長八卦可以扯到2000個人 所以那個關係可以一直 這樣 拓拓的就是 所以你要好朋友 就好像你談戀愛的話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跟對方講你的故事 對不對 那你爸爸怎麼處 幫你發讚 小時候你爸爸 為什麼不可以吃飯 那你就聽了 你男朋友就很痛苦 沒關係 我應該好好照顧你的 就會這樣 他們都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存在 就是 你一定要講故事 所以他們 八卦的那種焦點的時候 那個 就 有一些 他聽說 They were the top of the town 是整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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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裡面的一個焦點 彈化的一個焦點 所以呢 他們就把他的系統 把他太太 那個 Zeta Zeta 就說 他很狂 She was wild Some would say crazy 就說 他這個家伙是一個 他太太是一個很狂野的 政治的一種瘋狂的人 然後呢 他本來就是一個 喜歡喝酒的 酗酒 就是 Gerald 然後呢 他們 They party the heart 把party這張動詞用 一直扮宴會 所以這裡 讓你想到的 大跟小狀的 場景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 看那個小說 那個 八個 Revisited 就充滿八名的 就像我會講的 跟他們的故事 以便他們在 非常有情的時候 一天到天 九八名過 過生活 然後後來蕭塔 然後九八個給什麼 一開始就是 九八變成 一兩個 然後以前的朋友 都閃掉 都不見了 然後他 回來就是要來找 來追求女兒的兼顧權 這個樣子 所以 他們兩個各自有 情史 就是有小三 可是呢 還是非常相愛 所以你看到那個 一段八名的時候呢 就看到了 他們兩個都去愛 去跟別的女生約會了 所以那個電影裡面 就充滿了 這個作者本身的寫照 但是在小說裡面 並沒有 所以他只是 借著小說的名字 然後改成了那個 名字叫 混亂巴黎 然後我們英文叫做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你覺得好奇怪 你覺得好奇怪 原來 跟你想說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是最後一次 我 最後一次我看到巴黎 就是 給你們這樣子 然後當然 台灣的電影翻譯都是非常浪漫的 一定都四個字的 就混亂巴黎 那 那誰的魂 誰斷了 我不知道 然後 如果在電影 那個 整個英文的名字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你會感覺到更好玩 奇怪 那個愛是誰 是誰看到我巴黎 誰最後一次看到我巴黎 所以整個小說的 那個電影的名字 完全 I mean doesn't make sense 你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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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跟原來的 短編小句有什麼關係 所以 這是他的第一本 小說的 The last time of Paris 1920年代 等於一次大戰五之後 那一次大戰是 1914到18 在1918 所以 他的第一本小說 所以他們說 那個年代裡面 就是 Grope up to find all God's depths 是沒有信念的 他認為所有的上帝都死了 其實這個也 對你來講 你也想說 在那個年代裡面 一次到二十代的期間 各種叫存在主義 然後聽過 存在主義是幹什麼 是存在存在就好 存在的意義就是 為了 Nothing 什麼都沒有 可是 Nothing 對於希望你們的人 他就是 他就是有某種存在 我們中午的會兒 Nothing是空的 可是 希望 Nothing 是一種東西 就Nothing 他叫虛 什麼都沒有 Nothing 是Nothing 不重要 如果下一次 如果下一次 有一場 叫 燕海名威的話 就好像 燕海名威 那個 老的魚海 到最後 回來 就是這樣 全部都空了 所以 可是這種哲學 本身 你也不能夠覺得很奇怪 我們 因為現在的人 大概從來沒有經過戰亂 對 但是你如果在戰亂的話 你就知道 本來 你的親人 白天還好 他會到了 下午 或者晚上的時候 一個空死 他的心裡就不見了 那這種痛苦 你怎麼去面對呢 當你沒辦法面對 你就要產生一種 你卻還有二百多人 我現在有麻煩